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大致的意思是说呢 就说呢 这个我们一般不去提及啊 这个别人的一些隐私啊秘密啊 该说的说 不该说的不说 但是在生活当中啊 常常有些让人感到意外的事情 这个最近啊 这个家里啊 来了一位得高望重的老人 那么这个人呢 这个有一个特点 它就是眼睛啊 比较小 这眼睛小呢 这还不是一般的小 就有点像什么呢 就是人生出来的时候啊 这个本来好像没有眼睛 结果呢 这个接生的大夫啊 给他脸上来一刀 那么小 而且呢 这个长者还有一个习惯 他喜欢笑 一笑起来吧 这个眼睛眯成一条线 根本找不着 还有一个特点就是 他最讨厌别人说他眼睛小 所以呢 这位长者来我家的时候 我特别关照七岁的女儿 千万别说老爷爷眼睛小啊 这孩子当然是点头了 说还没问题 后来老人来了 来了以后呢 谈笑丰盛 但是我就看到情况不妙了 我女儿啊 一直看着她的眼睛 我想阻止又来不及 结果趁着我跟老人讲话的空当 女儿发话了 爷爷 你的眼睛怎么那么小啊 砸了不是 当然了 童言无忌嘛 老先生倒也没生气 不过呢 我还是有点尴尬 在中国的语境当中啊 哪壶不开提哪壶 一般说的都是为人处事 应该遵守的一些事项 但是呢 在今天这个星球上面 很少 有人明明知道 自己哪一方面比较差 功能特别不强 但是呢 拼命要把这种缺陷 经过包装之后 甚至变成优点 展现给大家看 嘿 哎呀 这样的事情吧 还真是少见 不过呢 这样的人 是确实少 但是这样的国家 还真有 中国政府在浙江乌镇 举行的第四届 世界互联网大会呢 今天呢 五号 胜利 结束了 哎 我们的会 不说胜利都难啊 先不说今天的主题 在一个世界上 头号的啊 也不叫这个 至少是这个 人员最多的国家 啊 用最严厉的网络封锁 啊 来统治着这个国家 居然举办全世界的互联网大会 嘿嘿 难道不觉得滑稽吗 这就如同前几天 中国召集的世界各国的 所谓的政党大会 一样的滑稽啊 两个会议都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 纳壶不开提纳壶 或者说 用一种 一种比较 比较 比较俗气的话 粗俗的话 那就是太监讨论性生活 中国政治的最大缺陷是什么呢 那不就是一党独大吗 你一党独大 不让任何人 任何其他的力量 这个介入也就算了 你偷偷享受着那种 专制给统治者带来的 这种快感 不也挺好吗 你把全世界各国的政党 召集来开会 你自己的国家 有结社的自由吗 你能像那些邀请来的 那个国家那样 随便的在境内 阻挡结社吗 是吧 还有那几个花瓶党 都被折腾成什么样子了 本来把自己的这点缺陷吧 你藏着掖着 人家不提 也就算自己的幸运 对不对 其实也不害人家什么事 可是呢 你还要拿出来秀一把 还生怕这个世界上 不知道中国不能结社 建立政党吗 所以这个互联网大会 就是奇葩中的奇葩了 这个得的跟这个政党大会 一样的毛病 全世界都知道 现在世界上有三个国家 朝鲜 伊朗 中国 都是网络封锁最严密的国家 在这样的国家 举行 互联网大会 这本身真的是一个小 中国它不仅通过互联网的 这个长城火墙 这个试图封锁 这个境外的一些消息 同时呢 它还搞了一个经顿工程 这两个都是阻止国人 这个更快捷地了解世界发生的事情 这都是可以说是这个 全世界都知道的事情 而且呢 这个在网络管控方面 中国也是做出了极大的 可以说是这个努力和工作 而且对那些使用这些网络的人员呢 造成了极大的这个困扰 而且这个 你比如说这个 像网络这个微信公众号 那很多这个平台上的敏感词啊 一再刷新了这个世界的记录 这样的国家 我说啊 连参加互联网会议的资格 都应该没有 现在就好意思举办 世界互联网大会啊 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一个 文明的倒退 也是人类基本价值观的一次 可以说是一次颠覆吧 中国这个严密的这个网络封锁 以及严格的网络的这个监控啊 可以说已经成了公害 这种公害已经引起了世界网络巨头的 其实他们都很关注 但是呢 却被这个造成这个网络公害的这个国家呢 邀集过来开会 这不已经是这个 这个不是这个太监研究性生活 这不分明是太监让猛男一起来研究怎么样生孩子吗 这完全是华天下之大忌 我温哥华呀 有一个老乡的朋友 他的孩子呢 就每年都要回中国呀 暑假呀 寒假呀 都得回去 每次回去 做作业是个大问题呀 为什么呢 因为好多啊 现在在温哥华的一些孩子 他都通过Facebook和同学呀老师啊联系 但是回去之后呢 这些都没办法联系了 所以现在每次回去都得给他背上两个翻墙软件 所以我们现在在海外的这些洋人也好 华人也好 其实都是翻墙软件的最好的广告员 还有使用者 现在大陆的这个境内 什么博文社呀 YouTube 这个还有比如说这个Twitter 还有世界上最大的图片分享网站 Instagram 危机百科呀 这个有过一个统计 就是中国被封锁的那些网站 有数百个 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 还有比如说邮箱 媒体视频 还有那些什么云存组啊 多了去了 涉及到国际互联网 几乎全部的顶级的高端的常用的那些网站 所以一个正常的使用网络的海外的 比如说是洋人也好 华人也好 如果你哪一天啥也不准备就回了趟中国 那么好了 你就只能抓下了 因为你似乎到了一个世界上一个网络的一个孤岛 这话一点都讲的不严重啊 你会立即和这个世界失去了联系 如果没有带翻墙软件的话呢 那就完全就没有办法 其实呢 翻墙软件翻起来也不容易 也不是每个人都翻得很好 网络呢 因为翻的关系呢 严重的受到影响 而且呢 翻墙软件还要实时的更新 费时 费力 费钱 三费 可能有人会说了 哎呦 反正我们不去那些网站不就行了吗 这又碍不到我们什么事儿 对不对 可是你错 2014年的时候 中国对谷歌的这个邮箱啊 这进行了这个渡风 导致了上千万Gmail的中国用户无法发邮件 哎呀 当时是用户是一片哀嚎啊 中国还有数亿人使用的一个 有一个叫谷歌开发的一个安卓的 一个智能的手机的一个功能啊 一个软件 因为中国对谷歌啊 这网上的一个应用商店呢 这个疯了呀 这这些用户啊 上亿的这个手机的用户 就无法使用正常去安装正版的手机软件 导致呢 呃 手机这个这个软件的盗版啊 这犯了 也有人会说 那既然中国网络如此的不堪 那么 为什么世界上那些网络的这个巨头 这一次都来参加网络会议呢 那还不是因为中国14亿人口的市场啊 其实在今天的这个世界上 人为财死 鸟为食亡 哎呀 就是这个现象啊 有几个腰杆骨子 挺的直的 企业家呢 这个我们也不要去苛求他们 都不容易啊 所以他们来啊 其实也很正常 我要说的是 现在不是来了 还要进行妥协吗 你比如说苹果公司 为了能够留在中国 他在贵州啊 建立一个新的这个资料中心 他储存中国用户的资料 因为他必须符合中国刚刚通过的 网络安全法的一些规定 另外呢 微软在2015年也宣布 为了打破中国啊 这个在2004年宣布的 针对这个视窗8 这个作业系统的一个禁令呢 他准备和中国的一家公司合作 推出一款 为中国市场量身定做的视窗系统 妥协是难免的了 回到国际互联网大会 中共政治局刚刚担任常委的王沪宁 在这次会议上提到了网络主权的概念 这是重头系 其实这是一个政策性的术语 不是技术术语啊 王沪宁说了 中国主张各国应该自由管控自己境内的互联网 换句话说吧 如果我想把这个互联网的功能给阉割了 想做一个网络太监 这是我的自由 你们管不着 我有自主性 对不对 王沪宁啊 其实还留了下半句话 没讲 我给他补上去 就说呢 虽然我们自费了功能 但是 即便真是网络太监了 我还是有兴趣邀请大家一起来讨论 声誉的这个问题 这个世界很精彩 这个世界也很无奈 谢谢大家的收看 下次再见